大師兄回來了 說什麼? 我感覺到全部回來了 老表我迎春花 人人小喇叭 老惡在迎春花 無緣任戰爭不打 平靠的迎春花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三個無辣 我三個無辣 涼涼沉順歡樂也 歡迎各位正體歸位 有沒留回開咪節說 財神道 財神道 好心得好抱 財神話 財神話 賺錢已正路 財神道 財神道 好走快兩步 得到他看起你 你有前途 HELLO 又回來了 這個星期 當然啦 不是什麼 各位聽進口 今天我們有兩個嘉賓 一起出現 人才仔仔 是啊 那我首先介紹我 右手邊那個先 右手邊那個先 左手邊就右手邊 嘩 是啊 好 先出聲那個先 首先介紹你上面那個 哈哈哈哈 七聲那個先 哈囉哈囉 我是阿Wing 真的很久沒見了 老表 Kell哥 和Rex 真的很久沒見 還有一個嘉賓 還有一個就是在老表下面那個 哈哈哈哈 對啦 不是他是我乾爹 我叫他乾爹 我叫他乾爹乾的 你不會叫他乾爹乾的 嘩 大哥 別人介紹啊 你怎麼蓋了別人的聲音 隨便啦 他做大 那就行了 我們不可以立場說話 哈哈 你繼續 我又不認識習 哈哈 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 成宗明是不同一點的 哈哈 沒錯 你真是 收收水 等了很久 你 好了 今天為什麼會請了這兩個嘉賓 喂 慢著慢著 不是 為什麼請他們兩個嘉賓來呢 我為了趁今天的主題 我今晚吃那頓飯 就喝了薄荷斌治 還有那間店是播出李建達 嘩 也許不已 總之 他只剩一首歌 對 就是那首 就是那首 李建達 他已經聽他講的 我知道他是阿朗的故事的主題曲 差不多 立刻查 對啦 我就立刻Google 李建達 那好啦 我說完這句之後 今晚的這集節目 已經沒有我的份了 你們繼續說 不是 80年來有你份 怎麼會沒有你份 就是李建達 沒有了 好啦 請這兩個嘉賓來 主要是想講 香港 我們的80年代 音樂片 沒錯 音樂片 我們遲些會講個色情片 色情片 電影片 哇 大概過15分鐘之後就開始講 哈哈 好啦 下一節 我們色情片 講完了 這個音樂片呢 已經講完了 沒有什麼 其實是講個標題 哈哈 哈哈 就是李建達就講完 哈哈 哈哈 超過講話 是啊 阿榮哥 喂 想問一下你現在 你手上說 你存唱片 你存了幾多 千多隻 左右 千多隻 CD千多隻 如果黑膠 都有幾百隻 多就真的不是多 就是比起那些 我認識那些人 真的有一些 成萬隻 成萬隻 有 哇 那些黑膠 每隻抹一抹 抹三個 他用唱片機的 那些都是吵的 那些人都是吵的 那些人都是吵的 是不是 但是 你說我多 我覺得我真的不是多 我 都是那句 我媽來真的聽的 我不是做神秘品 都不知道 那句 哦 那你放在家裡的 放在家裡 哪有倉 有空到家裡 就要啦 阿契 你呢 有的 但我都入了倉 是啊 通常入倉的 沒有在家裡 怎麼會放在家裡 不是啊 就是他有兩萬多尺 他家裡所以不能放在家裡 不是啊 我記得的 那時候上他家裡 那他家裡呢 那時候一個人住三房 然後我問他那間房 咦 你又住一間房 這間房又做書房 那間房 用來做什麼 他說不知道 我都十幾年沒有進去 真的有神秘感 我以為你說什麼 為什麼一打開門 為什麼那間房這麼小 是呀 用唱片來砌了牆 哈哈 都找到很多珍寶出來 都有些珍寶的 那些 那個年代 那些唱片入倉 沒得聽 是因為沒有了唱盤 唱片沒有了 唱盤不知道去哪裡 玩過唱金 為什麼你租倉 那錢購買個唱盤 不是啊 如果玩音響之 有斷層過的 其實唱盤是有斷層過的 但是現在流行回來 齊爺 你買吧 現在很流行 多了一時都是兩萬多人 哦 很適合 不貴的 不貴的 是唱盤 臂另外一倍 哈哈 哈哈 老表說得好像斷層下 哈哈 那是要這樣的 這麼久沒有 不知道發霉了 我唱盤 唱盤 唱盤你算了 就算你 你現在用得回 摩打的轉數也不准 如果行膠帶 就已經 就要換了 那條膠 那好了 講開唱片 那大家 我們講八十年台音樂 嗯 你第一隻八十年台 第一隻自己買的唱盤是哪一隻 黑膠 我講黑膠 我第一隻買的應該是八七年的 八七年才來 八七年 八七年 之前是買帶的 如果你說黑膠唱片 我應該是八七年 再見八浪漫 再見八浪漫 黑色封面那一隻 穿了 阿冷伯 阿冷伯 穿很可冷言的 黑色的 他每一隻都很靠的 整隻封面都 他的衣服真的很冷靜 阿冷伯的衣服我一會兒再講 哈哈 如果這樣 不要講黑膠 總之 連上契奏 八年來 你真的 自己 小時候 第一隻自己去買的 如果帶 帶 也好唱片 如果帶就 暴風女神 暴風女神 對 又是人渣論 我還記得當時在八浪會買的 八浪會還可以買電器舖 我第一隻 電器舖的八浪會 竟然 真的不知道 我還記得是Sony 因為他的公司是Sony 不知道他們有關係 那個出版的那個 那個 然後我買了 聽不到 壞了 然後要換 煞煞聲 我還記得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時候我應該在女人街附近 那時候 我應該在《暴風女神》 那時候 它是白色的 白白的封面 是 那時候 是 像戰豬頭 那樣 自己拿著 那時候拿著一件 很威風的 打算去買 結果我是沒有買到這隻 我是買了 林子祥那隻 那時候是 阿林日記 好聽 阿林日記 挺有趣 還有史太龍 那時候是很破格的 是啊 那時候是破格的 是嗎 數字人生 都是那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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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覺得那一隻 我經常覺得 一件事 如果八十年代 林子祥跟我們九十年代 美靈年代的陳奕迅 是啊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會玩一下令類的 如果你說說令類 其實阿林 我覺得再早期一點 那些阿里巴巴 或者西德思汗 胡適新香 胡適新香 那些 那些沙漠小子 開始玩的 我覺得是 很瘋的 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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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過阿林日記 你去到什麼千一個夜晚 可能他就成熟一點 我記得一隻叫 Kanji Sawada 澤田而珍 噢 什麼都是你會認識新香那隻碟來的 你聽一聞是一個男人讚男人 其實是很難得的 他能夠作出一件事 是男人讚男人 你這個年代都沒有這些 今天是你第一隻買的是什麼 劇情就是 我也是洛洛乃 你也是洛洛乃 竟然不是愛情陷阱 竟然不是愛情陷阱 不是愛情陷阱 愛情陷阱 我是在圖書館借的 那時候 很難借到的 那時候 那些借要卜的 我說 我第一隻買的是 男力軍 不是 我很呆黑的 我第一隻是風雞肉吹 噢哥哥 噢哥哥 風雞肉吹 我記得那時候應該沒有記錯 應該是聖誕節 八三 八三年 八三年 你有沒有買的 沒有 沒有 哇 大哥 你只是看那封面 你買不到 大哥 很壞 是啊 我曾經有想過 我看過那隻情人戰的黑膠 就真的考驗到我 究竟和哥哥的呆黑程度到哪 我的緣份 起不起到那個緣 但我覺得 我喜歡哥哥 但是 是有條底線的 哈哈 那好了 你有沒有有個有我又恨的感覺呢 因為 所有的異性 當年都是張學榮 但是你混過的異性 全部都喜歡張學榮 那你有沒有內心的交戰呢 又喜歡又不喜歡 喜歡他的歌 我覺得他喜歡張學榮的情感 來到頭四在我身上 沒問題 沒有衝突 沒有衝突 喜歡張國榮才好 他頑皮 他是因為喜歡張國榮才好 他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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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張國榮才頑皮 他頑皮 喜歡我 他頑皮 喜歡我 陳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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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清楚 陳八強 陳八強 真的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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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Loser不敢聽那些歌 他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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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經叫Loser 玻璃變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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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張國榮 真是可以 叫做 叫做 立到D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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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知道 由 好熟口面 到 說得出他是誰 是啊是啊是啊 他很慘 你不知道 他唱Live 扔 扔 扔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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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哥哥 他在華昇那裡 我覺得他頭一兩隻碟 風繼續吹 扔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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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時候還沒太壞 那時候開始叫做 扔帽子 他又撞到電影 那套緣分 他和張文雄 那套戲 那套包裝很厲害 那套碟 是全套地 真的有一個 market plan 是怎樣去打 扔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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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 你有幻想空間 我聽首歌 然後又可以幻想一套戲 藍色的憂鬱 何凡細雪 戀愛死 柔情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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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知道啦 跟電視台、邵氏配合 又整套緣份出來 所以就這樣 他跟陳潔玲那些歌曲都搶耳 嘩 怎麼是 歌曲都搶耳 但看著MV就很難嘔吐 都是找一口吃 你看看黃昭華啊 搶食而已 犯法啊 我想的 不過不是 我覺得哥哥呢 你說去到退休之前 我覺得他上面那個通 都保持得很好 保持得很好 而且我覺得他又是變化不多 你買一隻碟回來 頭那兩次一定是快哥的 他摸出來一定是快哥的 他應該說他那個formula 他唱片公司的set那個formula 就用回那一套的方式 一直這樣挖下去 然後覺得可以 我覺得他開始去求變的時候 反而是saloon那一首 saloon 就是唱別人的歌 saloon 是他自己要做的 因為他開始不玩 他自己不玩 他自己想做一些自己的事 但那時候他已經是叫做不玩 他不玩才是甚麼 但好話不要聽 說真的八十年代 說真的 如果說唱快哥的話 那他是第一人 他是第一人的了 他是第一人的了 所以他一定是拿自己的實手 好話不要聽 你不拿一隻快哥出來 那些粉絲會吵死你了 所以他就應該說 你想想他那隻Version Snow 所以他就把那隻快哥要加熱熱熱熱 然後猜你馬上暈滑鐵路 你又多氣氧也好 立即扭街 不是呀 我覺得很怪 那一隻很怪的 你說熱熱熱熱沒有問題 但你上面穿到一個鳳梯 又戴著一件帽子 裡面有修鋲熱熱熱 嘩嘩 都比較難搞 我記得當時應該是1986 八百 八百 八七八八 八七八八 八七就是Summer Romance 你留意一下 你留意一下 他裏面很多歌都是Hit的歌 中心名賽的也有 熱辣辣也有 全部都是改編一些很Hit的歌 但是很罕有地 是一隻都罷不到 是一隻都罷不到出來 但是你同期撼一隻迷惑 是啊 所以迷惑那時候是殺到阿媽 迷惑真的很厲害 迷惑很厲害 雖然你說阿倫伯不拿獎 但是那隻都 我想是超越了《再見白浪漫》 《長上的肖像》那幾隻 那些歌 真是很厲害 迷惑 我們講了一個 又講一下阿倫伯 阿倫伯的《愛情三部曲》 奠定了自己的情歌風格 所以 為什麼阿倫伯 都可以按住Leslie呢 你始終快歌不是那麼容易入屋 而且他有點壞 但是說入屋 就亂扮入屋很多 我想是兩個群 兩個受眾 一個受眾是女性受眾 那些歌詞 你留意一下 張宏的歌詞 一幻想下去是一個女性的一個衝勁 整個一個故事 幻想到很浪漫 但是阿倫那邊又不一樣 他幻想到的是男人那邊那種浪漫 男人怎樣去追你 就是怎樣去站在旁邊 與私情仇的那個feel 這兩個受眾是很不同的 所以變成有一個男和女的分別 相對來說阿倫 我覺得他歌樓是闊一點的 比阿倫就 比阿倫就 比阿哥哥 他什麼類型都可以試一下 還有他又打一些親民路線 親民的任務 年輕人又對 老人家又對 私人又對 我那些又對 但恭喜發財也有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就是愛情陷阱那隻碟 愛情陷阱那隻碟 那時候聽旁邊的帳 又沒得飛 我一聽到我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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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你家賊不行 我真的試過 我真的試過 拿了餅帶 是飛高了一首歌 那個年 兩元一首 兩元一首 那應該是唱片譜錄的 兩元一首 不是的 那時候有些機 兩個旁邊的 如果有一些都可以過 大過帶 打過帶 有些遵碟譜 它會幫你過的 兩元一首 在於音響的立場 你如果用帶過帶 就噪音很高 是 那時候不理那麼多 那時候不理那麼多 有得聽就算夠了 因為你播帶本身 都已經有雜音了 如果你再加強了它 你真的很難聽 你一落度 道比BC呢 道比C啊 嘩 每句歌詞都會噪一下 你有沒有留意一下 不過呢 你只給兩元 他都拿黑膠給你錄的 很少帶過帶的 少一點 我說我給兩元你錄的 失手 你還給我帶過帶 寶寶也少夠勇 我當你錄的嘛 寶寶而已 我試過給兩元錄成盒 給兩元錄成盒 給同學去過帶 他過單聲道出來 那時候還要分池帶 鐵帶 四十多元 問題是你都不知道聽不聽好 聽又不是 你什麼音響單邊喇叭出 你這隻溝女兒 想著兩片盒也聽一片 你聽不懂的 真的很慘 你收我一錢 你怎麼錄一片 那你兩元一隻 但是那時候 唱片譜沒有辦法 那時候譚詠麟也好 什麼都好 那隻點買到開行 但你那些 比如屋邨那些唱片譜 你可能分下來 可能分五隻 六隻給你 你根本都不夠賣 有隻點好啊 好賣啊 但你只有那六隻 你還要有隻擺門口 你賣得五隻 那個年代是 那我是有耐力的 樓下唱片譜 那時候是等 德順發那隻十二分 十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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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的 排隊等的 等的 出了沒有 你留下名字 或者放下錢 訂 那個年代是 你要期待唱片出的 那時候是期待的 要等 要排隊 那時候出唱片出得很密 他們通常半年左右就出一隻唱片 是啊 譚詠麟是數價前 譚詠麟將來是半年的 過年前 有時候如果答對些時間 試過一年出三隻 我記得好像試過 精選就是三隻 新曲加精選 那些就沒有什麼 即是半年你就要出一隻唱片的了 都會忙到媽媽不認得 那個年代的人 是願意 即是有錢 即是沒有翻版的東西 令到那個行業是有人入行 也都有人在那裏做 即是在網絡資料 投入去做 有這些人才 不論是音響 作曲作詞 所有人才 都在那個年代是最頂成的 現在 現在不是沒有這些人才 是有 但是這些人才不是做這些事情 可能他有很多選擇 可能做其他事情 電腦 金融 他未必會把這些東西投入在那裏 但當年就有這樣的空間 即是很可惜的 現在沒有說 那時候唱片公司十八九個月 是啊 張學友穿工人褲那隻碟 那隻是珍情流露 那隻是珍情流露 那隻是九二年 那隻是九二年了 我們說八十年代 不要說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除了譚惠倫、張國榮、梅艷芳 梅艷芳 好像是大客 DD DD DD和97 DD97 我見過他 那陳八強其實是很早紅的 我覺得他紅的那個時代 或者那個人的感覺 沒有Alon和Leslie那麼瘋狂 我覺得八十年代初 這些人可能是那個心態 聽唱片 看電視 聽收音機的年代 但是剛剛張國榮和譚詠麟 紅的時候 就剛剛起了一個紅磡體育館 就開始有演唱會這家東西 就瘋了 偶像化一點 演唱會就是許冠傑 第一個是許冠傑 但是最瘋就是譚詠麟 你一開 開三十多場 動一二十場起碼 一開就二十場 不是 他先說二十場 然後他一開就分分鐘加十場 陳百強他的曲風很受英倫 因為他在英國讀書 很受英倫的感覺 張國榮也是在英國讀書 所以他才有這麼大的競爭 認同一個對手 他是難的 他會覺得帶一些英國的感覺 去做音樂 但問題是另外一個對手也是這些 他在想出路可不可以跟他分辨到呢 始終文質奔奔 就不耐看 太斯文了 太斯文了嘛 有些人說他唱歌不夠氣 唱Live也不夠氣 這樣唱歌也不夠氣 張國榮還在唱Live 沒有尾音的 他的聲音特別 他的唱腔特別 就算他唱Live也覺得挺有型的 我經常覺得他唱Live很像鬧狗人一樣 不過你那時候聽陳百強 即是上現場電視機看的 即是你聽他唱 擔心到想錄個樣子罩 這樣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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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聽唱片行的人說 那時候還是analog 即是沒有那些酷彈 是啊 不是現在錄了Copy & Play 貼下去就可以了 那時候是analog 那時候是樂壇 那時候是樂壇 那時候還有什麼呢 80年代真的很精彩 其實說真的樂壇 我們都還沒有說band 現在只是說單人 我們在說85年前 你們只是說男子 我們是說男子 當然是說女兒 其實女兒都好多 嘩 又是一年 我等著你們什麼時候講葉善文 你先聞到八七八八才出來 你拉分遠同 那時候才紅 那時候才紅 那些以前的說真的 除了徐小鳳那時候 跟著才爆了梅艷芳出來 因為梅艷芳的聲音像像徐小鳳 但是她是年輕一點 而且她一樣是玩形象 叫二十歲女兒 那樣滄桑的聲音 但是她玩形象又玩得起 這樣也是 她高調 所以她的壞女孩 是真的賣到媽媽不認得的 是 林鎮強英記一功 不是啊 你想想 譚詠麟就有個張國榮頂住 但是女兒的真的 那時候她獨大 隨隨隨便一聲 不知道她去立了 她立了 還沒做葉善文了 不用妄言 還沒 我喜歡葉善文呢 我的感覺 梅艷芳是 怎樣說呢 你通常紅 就紅了一個歌手 最多紅了一個作曲 作詞 但是我印象 梅艷芳是紅了她 幫她負責做三個 死的那個男人 劉沛基 對 就是紅了她 背後 整班 對 我覺得這件很厲害 那時候的形象 是夠先聲奪人的 那我想梅艷芳 頭三年都沒有什麼人可以 敵到她 麥結文有試過 玩的 就是在那裡玩 但是不成 什麼 扔性拳那些 沒有扔性拳 她曾經都想 我覺得不行 不行了 整個百花齊放 我覺得 雖然你不是說 要一、二去爭 你看譬如說 劉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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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美軍真是瘋了 劉美軍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人是獨當一面 每一個歌手 就算你說 八十年代你說 梅艷芳打喉 你說真的爆出來 是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即是她第一隻碟出來 劉美軍 一個是劉美軍 一個就是 陳偉霞 陳偉霞 對 陳偉霞 這兩個是 第一隻碟殺出來 是第二隻碟 少女雜誌 她扮出來是少女雜誌 少女雜誌 然後 然後丹菲 然後丹菲 她又弄一隻反叛 那隻也很棒 那隻也很棒 嘩那隻 貪貪貪啦 跳舞街啦 嘩 嘩 大勒美軍那隻第一隻碟 又是 嘩 你拿著那個封面 你拿著那個封面 你都可以看半個小時 已經 沒話說了 我又不信她結了分 殺了 對 殺了 那時出碟的時候已經殺了分 如果大家有 她不是十幾歲 是啊 十七十八歲結的 跟導演結了分 生了 如果大家知道 找回她那隻碟 如果未見過 就找回她那隻碟 我現在在Google 這些就叫做 Sex appeal 是啊 即是她沒有暴露 但是你很想丟她 好合作 牛仔褲的 打開扣的 打開扣的 她又不是暴露 但有Sex appeal 哦 找到了 找到了 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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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還走去 那時候 劉德華 就是 所有夜總會的 小姐的 男神 但是聽就聽劉美君 是啊 OK 很年輕 很充滿 而且她她很充滿 好充滿 神碟 是神碟 是神碟 神碟 神碟 是陳永良監製的 就是 Swing 那隊二人組合 其中一個叫Gerold的老豆 那個老豆 他老豆 是 我這代語音是神碟 鋼頭幫人包裝 油膠 就是劉慧君那隻碟 他說油膠 因為他當時黑膠唱片和海報分開到鋪 你要自己示範進去 以後拿一盤包回去 他說油膠包到晚了 那隻碟 我不知道那些唱片是要套掉那些新宿膠 套掉之後就用風中吹緊它 你吹那個就吹到手演 吹到哭 是呀 那隻真是神碟 我還記得同期那時候 我還記得我想同學家裡 真的用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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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就是這隻劉慧君 另外一隻就是達明的 金夜星光燦爛 應該還沒到石頭記 之後啦 金夜星光燦爛那隻碟 是同期的 應該1987 1987 八七年頭 當年小弟 80年代 在電氣店裡 找到兩口吃 那些唱片店是雜數的 越結 每個月 千多人 三十元隻碟 我真的不太記得了 Wingor 你第一餅帶是買譚詠麟的Laurerai 是多少錢 28元 我記得 是 23-28元 不用30的 25-2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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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可以找到那些25的 是啦 黑膠就 我想32-35左右 我最記得我買再見霸那隻 再見霸那隻87年 35元 很肯定的啦 那又不是加得很厲害的 那三四年 是 那你那時是一千元 一千元 我拿了很多碟的 你一個月拿了三十幾隻 有啊 有啊 那時除了拿廣東歌 還拿了英文碟的 你幫那些女人 你聽什麼英文 我都說我第一隻買的是 第一滴血律 是Soundtrack 是嗎 我不是第一滴 第一滴血律 第一滴血律 不是啊 你說就是第一滴血律 她說我以為是第一滴血律 還有啊 我選了一隻女歌手的 是 叫Dera Sedaka 她唱過的叫 Angel Queen 我不知道是在哪一套遊戲 不知道是遊戲還是卡通片 本來是日本版的 但是一改了英文版 就要找個人去唱 誰知道很棒 叫 Angel Queen 所以才賣 她就是唱 Old Carol 那個 尼爾 Sedaka 那個女兒 你說的外國碟 其實外國音樂影響八十年代的香港音樂很多 很多 因為很多都是改編歌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 百花齊 你聽得多英文碟 你就知道 那個 其實那時候 因為很多Hit歌 那時候有個副產物 就是有些 唱片公司會出一個專輯 就是全部英文歌 但是全部都是 噢 這首就是 這首就是 原裝正版 其實很多 那時候很多年輕人 都是接觸英文歌 因為聽了那首中文歌 很好聽 再找一首英文歌 然後就認識那個歌手 然後再去聽英文歌 然後才認識到少少少英文的文法 所以就去接觸英文歌 但是 反過來 自從九十年代 某個電台去說 支持本地創作 就剪掉所有改編歌 然後整個樂壇 噢 一下就一下 真的借了 借了 不是 他要玩完創東西 借了 那個台 不如不要開名 什麼開名 就開完 就知道 就知道 有什麼不能說 你不能說 是啊 你說聽英文歌 現在的年輕人聽英文歌 聽中文歌 但是有時候 你都要了起他的興趣 這首歌 容祖兒的《未知好聽》 原來英文歌更好 是啊 然後你去認識這個歌手 再聽其他歌 不過 我就覺得容祖兒唱 未知 真是騎劫了別人 我覺得他是好過原來 這個已經00後了 我們再說八個 哈哈 哈哈 好厲害 好厲害 是啊 又騎碰回去 所以呢 那時候 如果你知道外國樂壇的歌 怎麼行呢 我說十個有八個 聽安全地帶的 都是因為聽了港東講 沒錯 那時候日本歌是這樣的 原來日本有對面 神經病 那條弱智浩義 真是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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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安全地帶是神經病 你不用什麼 你買一個安全地帶的精選 神經病 神經病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什麼藍月亮啊 那些 最重要是一首歌 是幾個歌手改不同版本 但是如果你說 有什麼歌 改很多不同版本呢 我最記得 1984年 我以為我和我爸爸都很喜歡這首歌 我喜歡這首歌 然後香港改了多少個版本 三個版本 蔡國權 蔡國權 真是慘 不要說 先說他 蔡國權 都說了 不再認識你的歌 很喜歡 不再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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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無錢 賣友 千灰水監衝容 從不散釘 怎樣釘贏 我之後兩個歌手改了 梅彥芳和蔡國權 就有誰 歐陽菲菲 還有的 歐陽菲菲 《Love is over》 《Love is over》 還有一個改了 是有一層三多個人改的 是不是《女方》 不是的 不是 《女方》是那個 《Love i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那個是林子祥的 大哥 好像只有兩個 我求你講清楚 那首是嗎 綠色的 又是很多 好像在汽水裡面 那個風景 那個好像是 那個好像是《女方》 不是《女方》 他現在撐出來 我就知道是《女方》 我以為是林子祥那首 《花街70號》那首 所以那時候是很多改編歌 其實我們接觸 小弟 小弟接觸 很多英文歌 其實是因為聽了廣東歌 然後再去 找一首英文歌出來聽 你剛才說那個 說不給 他們不鼓勵外國音樂 鼓勵本土音樂 是令到一群現在年輕人 他們反而會覺得現在的音樂是不好聽的 他們會聽80年來的歌 聽到以前的Bang Sound 他們會發覺 原來他已經去到一個樽頸 現在的歌是本地 是有本土 但本土得來 他們是沒有了以前那種好聽的感覺 你問他什麼叫好聽 他講不到給你聽 但他說不順便的歌 是令到他抒發到自己的情感 包括歌詞 包括曲風 他可以選擇很多不同的風格 但其實說真的 以前那些改編歌 不是說將整首歌 照搭回來 就照唱一首歌 他們會Rearrange 然後那些歌詞 又可以改了 即是很本土化 你根本聽下去 你第一眼 你不會知道是一首改編歌 有時候你看CCTVB 晚上他都改很多 改很多以前舊歌 即現在的劇集 八點半 改好以前的歌 雖然改到不知怎樣 但他都是改 換句話說 其實他知道有這些市場 不能再創新 以前的歌詞 但你以前就算是有改編歌 但沒有本地創作歌 都有的 不多 但是都有的 因為是罐頭 你一開了就馬上吃 可以 因為這個是省水省力 你買個版權 唱片公司和公司 直接不用買 因為那個年代 我覺得是要快的 你說得要半年出一隻 很快的 那個年代 你不是說下下都跌著 那個市場 那個市場 那個生意是很大的 最重要是快 就是拍戲 七天先 所以以前 你都聽收音機 聽收音機 真的 天天都很新鮮 因為一兩天 咦 有首歌 好聽 那首歌 我回想起 那首 超Band Super Jam 那首歌 我覺得是一個巔峰 如果說Band 因為那首歌裡面 有了 達明 Beyond Fundamental 太極 他們每一個人 都玩一段 但都玩回自己的風格 看來羅賓做監製 Band 我們下一次再說 哈哈 但是我剛才說過什麼 我忘記了 說Band 大家不想再說 不是在之前那個 他讓你走一走 也是我 英文歌 英文歌 你明白嗎 本地創作的英文歌 現在年輕人 聽歌已經 覺得不好聽了 現在 是啊 不是 為了要 上意程度 沒有以前的那樣 為了要創作而創作 好像要要創作 好像要要創作 以前 說回來 聽收音機 以前聽收音機 第一 我們那時候娛樂少了 沒有那麼多YouTube 沒有那麼多自選權 就是真的是一個DJ播什麼歌 他主導來的 但是最佔是有時候 你中途插入去聽 這首歌很好聽 聽完之後 這首歌是什麼歌 他又不敢說 因為他歌前說了 他歌後不說 就很懶惰 然後又要等一等 要等下一個播 然後 那時候你沒有那麼多 有些人就很心機 就整個節目錄了 如果不是 你聽到 譚慧龍學程陣陣 很好聽 你唯有在心機聽 要不就錄下它 要不然你就要等 他的唱片出 你才能買到 那就是 聽眾會有個 期待 期待 有個渴望 還有 再說一件事 以前 買一隻唱片回來 真的都很享受 因為以前的唱片風套 那些設計 真的很難 起碼要大張一點 起碼要大張一點 唱片風套真的大 第一大張 第二有些中間可以打開 有那個 有設計 那些照片 張淑平做美子 找一些最top的攝影師去拍的 是真的有整隻唱片的film 然後去拍的 但是如果在這一方面 最不喜歡的就是譚詠麟的唱片 因為永遠都是Key上去的 還有我最怕的是一次 看到他的風套 嘩 簡直是立像的樣子 那隻好像八十歲後 那隻是 勇抱 勇抱 不是勇抱 勇抱那個風套已經漂亮了 我知道你說誰 他只是一個大頭 好 側面有些玩具車 可以追 有些玩具車 梅uses 禰眼 鹽 elier 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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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 有個多角度 而且他很區域 那樣的 八九年 八九年 還 statues 不是 這 shirts 風套 German 他就剪ahl 剪ahl 剪唱 小學生剪 但他那 screams 那個時鵬 Flag 結果他解釋過於電臺 他說真的連風套都沒有時間拍 所以就會變成剪剪貼貼 他說他睡4個小時而已 他說不知道真還是假的 有4個小時睡好就好了 現在你看梁朝偉那些未成名拍戲拍的 真的挺慘的 睡都沒得睡 你想一下以前保麗金的唱片 真的很爽 就算是草板那些封面也很爽 你想一下 八明石頭記那些 他拍的影片更漂亮 那時候走四百零 真的是影碟 已經是特別清了 NTSC 是啊 已經特別清了 他是走NTSC 他跟我說得對 不是走Pail 特地走美國線 那時候如果你記得大家去唱卡拉OK 自己換碟的時候 你就一定會 真的很80年代 不是說90年代 90年代初 自己換碟 80年代去談的時候 還有惡師和他玩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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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沙咀也有 是啊 有個電子琴來 揭歌鼠 你上台唱的 有KOD 喝啤酒還是一渣渣上的 是不是 是 借得生力 哎呦 我只能夠他來 要拿三啤 那些日子 我都不認識了 救他來 喝三啤 跟著 是 四號體的 金燒多珍重 那些朋友就告訴你 喂 紅牛啊 喝紅牛 那什麼東西是紅牛 那些東西是紅色的 那些東西 混了一罐茄汁 你真是 那些是紅牛 我真的寧願只喝啤酒的那一個 茄汁不茄汁 啤酒不啤酒 怪味道 好像吐出來的 嘔味 好吧 那這一節 就來到這裡 喝完這個紅牛 你真是偉大 整集你都是說這句 哈哈哈哈 插波打 嗨